苗栗县后龙溪旁 有民众在古园里头放养蛋鸡 但没有想到从10月底 就陆续出现了鸡害有鸭死亡的情况 原主架售了摄影机发现 原来是有石虎入侵 监视器画面拍下一只石虎 趁着夜深人静 悄悄地潜入鸡舍内 接着没过多久 就见它叼着一只母鸡 大摇大摆地离开 保育学者视为珍贵的画面 但看在饲养鸡汁的原主眼中 十分不是滋味 这是前天被它咬 因为石虎不仅咬死鸡 鸡只担心石虎的入侵 不敢睡在鸡舍内 纷纷飞到树上睡觉 也连带影响蛋鸡产量 那么雕手鸡一个鸡受到紧透以后 现在每天晚上几乎都是睡在这边 园内一共饲养了400多只的鸡鸭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被石虎咬死了6只鸡和10只小翻鸭 石虎吃剩的鸡鸭甚至还引来失泄萌 但不论是石虎还是石蟹蒙 都是保育类动物 以规定不能捕捉 让原主相当的无奈 就算他每一天来吃一只鸡 我也无所谓 食物吃一只鸡 等于就是消我一个业障 原主说 目前已经和苗栗县政府农业处合作 会尽快想出办法 希望在生态保育和民众的群益上 能够达成双赢 姐张新杰苗栗报道